作为90后,作为气轮发电机技术人员,作为一名电力同业者,我感觉我有必要回顾一下中国气轮发电机的历史。 600前希腊人泰勒斯发现了电,1660年德国人埃里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摩擦发电机,1780年意大利医生加法尼,通过动物组织对电流的反应, 179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福特认为电不是来源动物,1800年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块电池,1821年英国人法拉第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发电机, 1831年法拉第发现当电磁铁穿过一个地盒回路时,浅缺内就会产生电流,这就是电磁感应。 由此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永久磁铁能连续生产电流的发电机。 1876年德国人希腊子发明了太阳电磁铁连续生产电流的发电机, 1883年瑞典工程之拉法尔设计,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冲动式气轮机, 1884年英国人帕三次设计,制造了世界上第一台打动式气轮机和第一台机。 5KW-100V-6000RM的直流气轮发电机,及另一台5KW-100V-4800RM的交流气轮发电机。 小故事,1890年多利沃多伯罗沃斯基发明了三线交流电源。 在19世纪80到90年代初期,关于工电系统应该是交流还是直流的问题, 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正论不止。 爱迪生主张用直流电系统,威斯汀豪斯主张用交流电系统,最终交流电系统获胜。 但是,现在来看,虽然还是交流供电为主,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,支流供电已经有反败为生的趋势了。 中国的气轮发电机制造技术发展历史,1882年时上海有了第一台台流发电机机组。 但是直到1917年,中国才开始自己制造小电机,上海是中国制造业的发源地。 1956年以前,中国大陆气轮发电机组全部为进口产品。 1952年,上海从捷克引进中压用12MW火电设备制造技术。 1952年,哈尔滨从苏天引进中压用25MW和高压的25MW火电设备制造技术。 1954年,上海制造了第一台6MW空冷气轮发电机,并于1956年,安装在安徽淮南电厂发电。 1958年,哈尔滨市制了50MW境内冷气轮发电机,并倒置了50MW境外冷,100MW境内冷气轮发电机。 1958年,上海制造了第一台12MW霜水内冷气轮发电机,安装于上海南市电厂。 1966年,哈尔滨自行研制了新50MW清外冷气轮发电机。 1973年,哈尔滨研制成2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。 1961年到1963年,上海和哈尔滨等电机厂,联合设计了新系列3-25MW空冷气轮发电机。 1981年,中国机械对外经济合作公司,联合设备总公司,与美国锡物公司,和美国燃烧工程公司,分别签订了300MWG,600MW系轮机。 联合订队发电机和国炉的技术轮较合作,上海引进300MW系组,称至的首台300MW系组1985年制成,安装于沙东市恒电厂。 1987年投运,哈尔滨引进600MW系组,称至的首台600MW系组1986年制成,安装于平安电厂。 1989年投运,1985年,上海和哈尔滨在美国锡物公司,联合开发设计3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。 1986年完成设计,1989年上海试制完成第一台,1990年,安装在湖北汉川电厂。 1987年,哈尔滨和上海在美国锡物公司,对引进的6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进行设计优化。 1993年,哈尔滨是致完成第一台优化设计的6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,于1996年在哈三热电厂投入运行。 1997年,东方电机厂与日本日立公司合作,制造安长山东周线电厂的第二台600MW气轮发电机。 2003年,上海引进西门子公司10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,并与西门子联合进行了百万集合电发电机概念设计。 2004年,东方引进日立公司10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。 2005年,哈尔滨引进东居公司1000MW水清冷气轮发电机。 2008年,哈尔滨就三门项目,也进日本三菱公司AP1000核电发电机技术,国内几代气轮发电机制造厂加简介。 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。 哈尔滨电机厂,始建于1951年,哈尔滨电器集团7家子公司。 限属关系国家安全和经济命脉的重要土盖企业。 上海电器集团上海电机厂有限公司。 上海电机厂,是上海电器集团属下的一家,具有现代化生产规模的综合性电机制造大型企业。 属于国家大型一档重点企业。 东方电机有限公司东方电机厂东方电机厂,始建于1958年,是中国研制大型发电设备的三大基地之一。 属全国大型发电设备,制造的重点骨干体现,现为中央企业,中国东方电器集团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 山东济南发电社会厂有限公司。 庆南电机厂,位于济南市高型技术开发区,是以生产气轮发电机为主,即科研开发、生产制造、经营销售和其他多种经营与一体的国有大型电机制造体验。 主导产品为国产QF系列空冷气轮发电机,可引进VLSDN公司许可证技术原NBB公司,WX系列空内冷气轮发电机。 代机容量达350MW等级,拥有一个国家级科研开发中心。 北京北重气轮电机有限责任公司,北京重型电机厂,始建于1958年,是华为地区最大的,以生产火力发电设备为主的电站装备制造综合性企业。 是国家大型一道企业,主要生产大中型电站汽轮机、汽轮发电机和电站辅机,还生产大中型交流电动机、汽车改装车、电汽产品和军工产品等。 火力发电流程原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Q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